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学生了解假讯息如何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以及遇到可疑讯息该如何查证 我最印象深刻的大概是一个照片合成的地方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照片合成的技术已经非常高超 我们一般人其实很难去分辨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手机在充电的时候打电话接电话这些 它说有可能会让人电死 但是我那个时候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所以我有另外再去搜寻 收到任何讯息就是要先冷静 就是自己先思考一下 然后再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来佐证 首先第一个你看任何讯息的时候切记不要只看表演 破解假讯息除了掌握四部遗要 还可以从讯息来源去做判断 或借由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等网站进行查证 课堂中更透过即时作答系统与学生互动 随时掌握学习状况增进学习兴趣 好那同学看一下这张图来梅克是不是用公开的行动 支持这个感受中的运动 好来还没有做答同学请加快速度 那我们上学是以来克多巴胺猪肉的一个议题 让孩子们去看到新闻各自带着不同立场的时候 那他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去解读 今天的课呢我是希望能够从就是试读的方法 那怎么样去查证这些讯息的真假的方法 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让学生能够去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讯息给予他的感受 这个课程是相当棒的一个课程 其实他就是在呼应现在孩子要有生活的能力跟素养 然后有系统化的去教导孩子 怎么来分辨这些讯息的真实度 那也带到孩子能够去了解现在社会的现况 那又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当下的问题 面对数位时代媒体操弄 网络留言真假讯息满天飞 从小培养媒体试读能力才能在资讯洪流中明辨是非 做个聪明的阅听人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